然後最近就是 因為我們家最近在搬新家 然後他就一直吵著說 他想要幫小孩子 滿有汽車造型的床 就像這樣子 然後他就覺得說 男孩子應該是不管到幾歲 都會喜歡睡在車子裡面 我就說 如果他們長超過180公分呢 因為他們兩個這兩台車 只能夠容納180公分 真的 兩兩台超高的 還有車燈耶 好帥喔 而且那個聲音就是像 李麥克那一台 對 然後他就說李麥克 所以李麥克我都不認識 然後他就一直 他就在那邊說 你看這種李麥克的聲音耶 就是跟我們爸爸 先讓我躺吧 誰是天地遊俠 真的 小孩開心喔 對 小孩看了這種 一般的床都更興奮吧 可是會不會 睡一年之後 他會覺得很煩美 就睡著車子 我覺得他會不會 在大學的時候 因為同學到家裡面 會笑他說你怎麼睡著 不用到大學了 你不要說車的床 你擁有真的車 你開一兩年就想要換車 真的 對 根本光是床 但是現在小孩子 一定很興奮嘛 小孩子真的是很開心 所以我們家是有生個小孩 沒有 其實做這些事情 其實在背後都有其他 有一個原因 其實因為像 像我太太昨天 才在臉書上面PO一則說 她沒辦法跟小孩子一起睡 小孩子會讓睡眠變得很長 對 睡不好 整個晚上睡好 小孩子會翻來翻去 那小孩子跟媽媽一起睡 這件事情其實是 對很多爸媽來講 都是一個 爸媽來講都是曾經一個過程 但是有時候也很辛苦 對 那你要讓小孩子 怎麼能夠讓他喜歡去睡 他自己的床 這個時候你要絞盡腦汁 我覺得理由太多了 我們家小孩明明出生 三個月之後就分房分床睡了 好嗎 不管就沒有賴在我們的床上 還是想要賴在我們的床上 因為他們覺得 覺得我們的床比較大 比較好睡嘛 所以我就是想說 就是說像這樣子的床 可以讓小朋友他很開心 可以準時睡覺 像有時候我們晚上 為小孩子要準時睡覺 這件事情 我們會非常焦慮 小孩子久點還不睡 睡覺的時候 我們就會 就希望他趕快睡覺 可是小孩子就很喜歡玩啊 這些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 買這個床 其實這樣子一方面呢 也可以讓小孩子覺得很開心 對 一方面其實他們 也可以趕快上床睡覺 那也可以讓媽媽 可以得到適當的休息 我覺得這其實背後 其實都有一段這樣子的原因 那另外呢 像買掃地機器人也是一樣 掃地機器人其實就是 我們家有時候常常 你知道嗎 其實媽媽說老實話 她很辛苦 她很多 她有工作要做 可是所以打掃家 你說老實話 真的是有時候就會稍微 對 那這個時候 有時候請她打掃公 打掃家你就覺得餘心不忍 所以這時候就是 一併除了買這個東西 可以滿足我們小時候 我們的那個你知道 對黑武士 對星際大戰 可以得的吸引之外 你如果你就不知心善迷 對 但是也很幫助 對 但是也很幫助 不自豪 我糾正一下 其實你要買給當事人使用 要我的話 我就會買 Chanel聯盟館 你沒有選擇 選擇 選擇 但是這件事情就是要 你知道在經營一個家庭上面 要讓大家都很開心 就是你買媽媽的東西 媽媽當然很開心 但是只有媽媽開心而已 對不對 那我買這個東西是 可是媽媽開心成這樣 都會很開心 對 可是當我老公 買了二十幾支 隨身的卡拉OK的那個機器 你會怎麼辦 那今天怎麼不是在流行 那種隨身的卡拉OK 音樂放上去就好可以唱 有一天突然間我們家 我們家收到一個箱子 裡面有二十幾支 我一看我問他 你為什麼買這麼多 他跟我說 因為一台車要五支 因為可以坐五個人 兩台車十支 就是剩下的送別人 開車 他喜歡開車有沒有這樣唱 對 一邊唱 結果他買完之後 沒有跟他唱 都他自己來唱 買上去的 開車比較不會無聊 其實我比較建議的是 我老公常常壞榜樣 為什麼 因為他東西常常都不收 像他在家 他很喜歡去做一些 山水的造景 噴景 然後他都會在我們家的 後陽台叮叮答答 聚聚木塊 然後還會獲水泥做一個造型 對 然後去做一個山水的盆景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超厲害的 很厲害 這製作專業 對 好漂亮 可是他每次做完 就變世界大戰了 為什麼 因為整個都是木屑 泥巴 還有鐵絲 什麼都有 所以每次我都跟他唸說 你可不可以修一修 他就跟我說 我要陪我小孩唸書 然後就東西拿著就走 最後都是我追上去 我就跟 我就跟我兒子講 你看 你爸爸做的好事 結果最後我兒子跟我女兒就說 媽媽 他才乖乖地跟下來收 這個鋼椅 這個 那個東西很多種類 也有水泥 也有木頭 還有什麼螺絲釘 還有鐵網 我老婆的個性是 做到一半 她看到那個亂了 就要馬上收 那個東西不會 沒有辦法馬上收 要全部做完 我支持妳 就跟手術一樣 你收 你收 你收掉我們可能還要收東西 所以會有這個問題 我支持妳 我支持妳 這時候兒子來問問題 只好去教兒子功課 對 所以同時只好暫時拜託 那就是 兒子不應該打斷爸爸 那小孩子的問題有沒有 其實我小孩 在九個月的時候我就開始 我很注重教育 九個月 我就開始給他上才藝課 九個月 九個月 我們都很好奇 其實九個月上的是感覺同合 還有跟我們的那個 右向的那個圖像記憶法 那他的感覺同合 其實有很多的研究 最後都有根據出來 就是對小孩子以後的專注力 其實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就會讓他上 那我老公就跟大家反應一樣 他說為什麼要上 我們這麼聰明 我們平常 我們以前不是就這樣 我都沒補習 為什麼要補這個東西 他就不讓我上 那我就不理他 反正你們就上班 反正小孩我帶 我就把他帶去補習 像我們家的旁邊就是一個全美的幼稚園 那我們家對面是台中最熱門 十二年完全國教 一個學校 那當初我們買現在的房子 是因為我們考慮到小孩子 以後就不用直接送 就直接這樣多方便 爸爸也說好 買了 結果後來 小孩子上幼稚園的時候 我就去打聽 打聽之後不對 台中市有一家 而可以直升小學 我就跟我老公說 老公 我想要把小孩子送去那邊 他說為什麼 他說那個開車道 從家裡到學要二十幾分鐘 快半個鐘頭 我說沒關係 你不用站 我來站 反正你只要負責上班賺錢 我來站小孩 然後結果後來小孩子 真的就是如願就上了他 他國小畢業的時候 市長長 高中的時候 現在是 台中的第一次院 所以我老公最近就跟我說 老婆 你是對的 你是睿智的 所以這個 所以今天那位火力 真的有點弱 對 這就要抗議一下 其實很多媽媽 對這個補習 失效 從小 他們最大的一個魔咒叫做 小孩不能輸在起跑檢 對不對 對 我了解 可是我們看過很多人 都是輸在中間 對 你急診視窗看這個症狀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我太太其實 還是滿用心的 他大概台中市 各個補習什麼數學 英文什麼的名師 我兒子應該都補過了 所以他從每 就禮拜一到禮拜五就算了 禮拜六 禮拜天 也都要補 每天補完 大概回家就是十點左右 因為還要深層 他在學還有功課 我兒子大概從小學 他現在國三 他大概從小學五六年級的 所以他前一陣子考試剛考完 然後後來放榜 第二天他跟我講一句話 這句話我永遠不會忘記 我聽得還滿心酸的 他一個國中三年級 十五歲而已 他跟我說他前一個晚上 才國中而已有需要這樣嗎 最沒有壓力的一天 可是到底對或不對 將來他會感謝你 小孩子你從小給他這樣 將來他才了解 父母原來是這麼用心的 我在想 你看很多 現在很優秀的運動選手 你不從小在那 怎麼會成為大虎祥的 田中將大這種 我外國很優秀的選手 LeBron James 那不是從小都打嗎 你怎麼可能 十五 六歲再來開始 都起不完了 像我們家是補的東西 比較跟人家不一樣 我們家全部都是補運動類 像我們家小孩子 在大半的時候 或就是那時候 大概只有五歲 他就要讓小孩子去補 游泳 桌球 網球 然後偶然還有 然後他在幼稚園下課的時候 已經是五點半的時間 然後八點半就要準備睡覺 所以在五點半跟八點半 只有剩下三個多小時的時間 我必須要接完小孩子 餵完飯 再敢去上這些才藝課 就是運動課程 然後我就覺得 因為老大那時候的個性 是可以配合 就是至少就愛運動的個性 所以我們兩個就很OK 所以林醫師想要運動嗎 是 因為其實 我一樣跟大家一樣 就是說 其實我在從小生長過程中 其實 對我來講是 是親而易舉的事情 但是我從小到大 一個心理的障礙 就是其實體能 尤其我們當醫生 看到很多的 病人 不管是有成就沒成就 其實後面很多問題 跟體力都有關係 他如果沒有運動的習慣 或是他很多疾病 跟他這個體力 所以我覺得體力非常重要 那小孩子我一直覺得說 在成長過程中 他學習是要有順序的 讀書這種東西 我覺得之後再賭就好 有一些才藝 我覺得之後再賭 所以你看到 就是一個想法跟觀念 對 但是體力 我覺得小時候 只要訓練好之後 他長大就不容易忘記 他一輩子都可以受益 除了升學之外 我就要講的是生活的那個細節 像烏醫師他兒科醫師 平常在整間衛教的時候 都會跟媽媽們講說 小朋友要多吃天然的食材 不要喝太甜 可是爸爸本身就是 螞蟻上身 愛吃甜食 然後又很挑食 而且我發現我兒子 越來越像他 都會有樣學樣 那有一次我們去超市 去買一些食材 我就發現說 烏醫師他就帶我兒子 走到那個冰櫃前面就說 小肉包你來看 你要喝什麼果汁 我當常都有點傻眼 他選的都是那種 加了很多添加物 那種什麼柳橙 葡萄 我平常都跟我兒子說 那甲果汁 你為什麼要一直要叫他買那個 那真的啦 只是說他是濃縮還原 真的超甜 因為我覺得爸爸 真的還要取悅小孩 真的 那是沒錯 可是那我兒子 只要跟我去超市 他都不敢去那邊 那一區 就是他自己會自己避開那一區 可是只要跟爸爸單獨去 我眼睛沒看到 他一定會跑去買 買那些柳橙 葡萄 糖果啊 然後很甜的東西 都會買回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 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